健康所向 肾经亏须怎样调理 张国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 副主任医师 肾经亏须对人体影响较大 可以影响人体的伸直 骨骼 头发等等 需要及时调理 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和中尘药 来治疗 来处理 一 增强体质 体质虚弱会导致肾中筋器受损 从而出现肾经亏须 应该坚持体育锻炼 例如 郁家 太极拳 八弹锦 慢跑 五禽戏 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体运动 二 保持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饮食 应以清淡 多吃一些可以补肾气的食物 例如黑芝麻 伤针 山药等等 生活当中不要熬夜 保持规律良好的生活习惯 戒烟戒酒 不要焦虑 不要有过大的压力 适当的喧血 不良的情绪 三 热水泡脚 热水泡脚能改善前身的血循环 刺激足底的穴位 对肾虚有一定的帮助 四 中药治疗 善补圣经的中药 包括八字补圣胶囊 它含有鹿绒 海马等动物药 可以温敷肾羊 吐司籽 枸杞籽 精英籽等种子的药 可以温补圣经 另外加入生地 补育圣因 人生付出元气 补肾效果全面 专家提示 圣经亏虚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调理 一 增强体质 坚持体育锻炼 二 保持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三 用热水泡脚 四 在医生的指导下 使用中药治疗 比如八字补肾胶囊 好看